Hello 大家好! 今天...為什麼會遲了影片呢? 因為我有點不舒服啦 大家應該都知道啦 這樣呢...不要緊啦 明天會出鋼鐵海龍獸和黃金劍獸獸的鋼琳啦 我就想說一說啦 那...鋼鐵海龍如何打我呢? 那...其實鋼鐵海龍呢... 那...先把圖片拿出來吧 鋼鐵海龍其實用完全體的時候呢 是可以帶妖精獸啦 還有...這個麒麟獸啦 還有機甲龍獸的 對啦 因為他們的攻擊是適合打鋼鐵海龍獸的 對啦 那有相當不錯的輸出啦 其實麒麟獸真的很有利 我也說過他的技能是非常之好啦 因為他清小怪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好的 那...如果對新手來說是非常之不錯的選擇啦 奇倫獸...對啦 那...一直都叫... 新開始玩的朋友是升一升奇倫獸的啦 對啦 嗯...其實...呃... 我就騷了出來啦 剛剛打的究極體和完全體 那如果大家是... 嗯...如果大家還想有些什麼更深入的... 去打這個鋼鐵海龍獸的方法呢 其實大家可以注意它是會被火黑啦 還有會被...呃...自然是黑啦 還有是會被... 對啦 那就這樣子啦 這兩個屬性的攻擊是可以黑到鋼鐵海龍獸的 對啦 那...所以我叫大家可以大奇倫獸啦 或者是...呃... 呃...所有...呃...抗性都會去到巔峰啦 那...到時再可... 要...到時再解決這個問題啦 那...最主要大家其實要注意一下啦 那...有...呃...呃...水抗性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那...即是大家如果是拆了冰河系的抗性 即是水抗性 那...可以帶進去啦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你是要有自然的又或者是火系的攻擊 這樣才可以做到相對的...輸出的 那...至於這隻鋼鐵海龍獸 那...我的建議是怎樣呢 即是...其實他的魔法攻擊防禦是非常之高的 那如果...呃...日後是有什麼... 咳... 日後是有什麼關卡 如果有魔法攻擊又可以讓你對應到抗性 那是非常之好的 你帶進去的時候 那當然是要配合水 是可以打電和打火的關卡的屬性攻擊啦 對啦...注意一下這件事就可以了 那...其實很多朋友問... 究竟升哪隻好? 升哪隻好? 其實...呃... 呃... 如果你有愛的升哪隻都可以啦 好老實說...這個是回合制的...遊戲 你越多配搭就越好的 對啦...所以大家就不用太介懷究竟升哪隻好 對啦... 那我就說完這個... 鋼鐵海龍獸啦 對啦... 那其實大家注意一下左上角 我是會出了一些最適合打的究極體和完全體的 那我就說完這個... 黃金劍獅獸啦 對啦... 那大家看圖啦 黃金劍獸獸其實適合對應的是有這個... 戰鬥暴龍獸啦 因為他是火系攻擊打 對應到大地系的弱點啦 還有...呃...機械邪龍獸啦 亦都可以對應... 因為他是用電的攻擊啦 那...還有大家可以... 在這個... 海王獸也是的 對啦... 因為也是對應大地的 對啦... 那為什麼豆豆王子獸我都覺得OK的呢? 因為豆豆王子獸是血厚和防高啦 可以帶進去打打這個黃金劍獅的 對啦...那來到... 完全體啦 其實完全體大家可以帶巨龍獸 鋼鐵豆豆獸 還有拉比獸的 對啦... 為什麼我會說... 咳咳... 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有點不舒服 哈哈... 為什麼我會說適合打呢? 其實...呃... 最主要是... 這個... 電磁系啊 是可以打到不錯的輸出的 對啦...打這關 因為電磁系的攻擊呢 是可以對黃金劍獅獅造成不錯的...傷害的 對啦... 那...呃... 其實... 一個超比多獸其實也適合打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超比多獸 如果黃金劍獅獅是小怪會放電的時候 也是很嚴重的 那就變成狐黑了 那超比多獸會打到不錯的傷害 但是也會被他打到不錯的傷害 對啦...真的... 即是...一個雙刀刃 對啦...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就... 嗯... 因為暫時也不知道他會怎樣出 他的小怪 那...暫時來說是...這幾隻啦 加上超比多獸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啦...來到這裡就說到差不多了 那...其實我對黃金劍獅是很深刻的 因為黃金劍獅基本上... 就是獅子獅前... 呃... 這個黃金劍獅進化前是獅子獅 對不對? 是不是? 獅子獅通常都是死完翻山... 死完翻山... 那...黃金劍獅也是很悲哀的... 那個...劇情... 那...不要緊啦 我一定會做黃金劍獅 我覺得... 真的...非常之... 有回憶啦... 對這遊戲... 那就... 呃... 長話短說啦 那...就說到這麼多了 那...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這幾隻... 適合打的究極體和完全體 對啦... 如果大家覺得我這段短片是... 實用的 可以分享出去啦 歡迎分享 那...如果大家是... 喜歡我這段短片呢 又或者是... 想得到我最新的資訊呢 可以訂閱我 多謝大家